为什么团镜已经上线撞火枪托了 却还不加入MK47呢 团镜模式的武器可以安装撞火枪托了 可是能安装撞火枪托的MK47还没有加入到团镜武器库 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原因只有一个 那就是光子忘了加 因为原本MK47太弱了一直没加入 就算加入也没有人用 枪本身的属性还行 伤害高射程可观 在团镜里也都是满配件 可是就唯独缺少了全自动模式 单发和两连发钢枪实在有点弱 后座力也稍微有点大 这把枪在之前没撞火枪托的时候 确实没法和其他步枪近战钢枪 面对空头步枪就更没优势了 可这个版本团镜加入了撞火枪托 MK47完美适配撞火枪托的 肯定是可以加入到团镜了 可这次却没有加入 只有一个可能 那就是光子忘了加 不会存在其他可能 撞火枪托让MK47的实力增加了 完全可以和其他步枪钢一钢了 所以在接下来的版本是肯定会加入的 大家拭目以待吧 好了这期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见